小伙子正在球场打球 突然传来电话铃声 接到后才知道 有黑社会在店里同事 他立马赶回低厅 发现黑社会赶跑了客人 还偷看女郎大腿 这帮人是当地有名的黑帮大跃族 万代曾经找他们借过钱 可利息太高 现在还不上 他们便时不时前来骚扰 这帮人万代根本就惹不起 他上前礼貌鞠躬行李 但照样被删了一巴掌 就算被打 他还要陪笑脸 一旁的眼镜男看不下去 拿起棒球棍轮了过去 不仅没有吓到对方 还成功把事态扩大化 黑帮小弟立马围了上来 连带万代一块给打了一顿 旁边看着那女孩三五也受牵连 被混混拉着腰跳舞 谁知三五掏出一把小刀 划破混混的脸 混混荡场炸锅掏出手枪 就要避着三五 同伙接着立马出日 和子弹还是射了出去 打中无辜的女郎 万代骑身连连道歉 可混混根本不给他面子 命令他明天去大跃族报道 危机才暂时得以解除 平静过后万代才得知 三五并非是女的 而是一个滴滴刀刀的汉子 他平常喜欢打扮成女孩模样 勾引那些好色的男人 然后抢劫他们的钱财 昨晚在小巷抢劫时 偶然碰到帅气的万代 于是一见钟情 随随就是来找万代的 另一名眼镜男 是万代在球场认识的 因为两人争吵几句 眼镜男便想殴打万代 可没成想自己被打了 不仅被打得满嘴是血 还可以打出眼泪 眼镜男声称 自己刚被工作20年的公司开除 由于年龄太大 他也找不到新工作 每个月还要还房贷 家里的妻儿还要养活 压力非常大 害怕家里人知道 他皇正出差 在旅馆待了半个月 当看到万代是有钱人 他立马要求万代聘用自己 洗礼糊涂来到提厅 和黑社会打了起来 第二天万代如约来到大约族 在万人面前他是富豪 在这里他连狗都不如 黑社会直接命令他下跪 万代被吓得头都不敢抬 可他依旧借助余光 大概看清楚屋里的布局 也知道保险箱的位置 老大告诉万代 他签下的斋还有很多 那个破地厅也别开了 直接交由黑帮管理 地厅是万代必生心血 他不可能就这么交出去 于是他有了大胆计划 不如抢走大约族的钱 据过算里面有超过一亿现金 反正都是来路不明的钱 就算被抢 他们也不敢报警 于是他找到三无商量 一开始三无还是拒绝的 毕竟黑帮不好惹 可听到万代以身相许 他立马答应了抢劫 眼镜难听到有几千万 毫不犹豫便点头答应 可只有这几个人根本不行 他们需要更强大的硬寒 于是他来到一家小酒馆 先点上一瓶小酒 又喊来几个大妈 谁知算上时 老板说睡了三个 一开口就要一百万 万代听到一拳就呼了过去 两人正在打多时 背后冲过来一个人 二话不说就教训万代 这个人就是万代苦苦寻找的 他就是传说中的铁血警探冰头 曾经为了打击黑社会 冰头重拳出击 打他他们到处堵藏 可几年前被大岳祖陷害 被关进了监狱中 如今才刚刚出来没有多久 只能在这种黑店当打仇 他和大岳祖有仇 本身战力就很强悍 当听到要抢劫大岳祖 冰头顾面消除声 就凭这几个渣渣 简直就是在开玩笑 万代想要阻拦冰头 转身就被打了一拳 看到自己爱人被打 三无冲上去就要拼命 只就用刀划伤冰头的手臂 虽然这几个人看着不正经 但三无这种为爱上头的家伙 也算得上有用处 于是便答应了抢劫 可行动前还有一点 大岳祖的门口有监视器 外人根本无法介入 所以他们需要一个内应 于是将目标损定在叫吉米的身上 此人留着一头黄色头发 脑袋有点不正常 也是大岳祖的成员 之前为了给一个妹子要护照 他找到老大爷说法 还和同事大打出手 为了找到吉米 万代来到街区打听 一名女号听到吉米名字 立马转身就跑 万代好朋友追上 又遇到警察检查身份照 于是他拉起妹子逃走 妹子正是吉米的女友 因为帮助女友躲避 吉米为了答谢便答应了万代 于是抢劫五人组正式成立 再一个约黑风高野 他们乘坐面貌车来到大岳祖 由吉米率先去敲开门 没想到因为他是智障 大岳祖早就把他给开除 就不打算给他开门 无奈之下万代走了过去 谎称是来还欠款的 才成功叫开门 另外三人头戴面罩 身穿黑色衣服 手持武器 挟持开门就冲了进去 不知情的几个人还在打麻将 一把枪就顶到脑门上 由于第一次响截 眼睛男神清紧张 一枪就干掉想要反抗的胖子 其他几个直接进来 说好只想前不杀人的 不过也因为这一枪 另外几个混混变得很听话 乖乖打开了保险柜 看着大把的钞票 他们立即装进袋子里 万代则假装被挟持 当看到有人想套刀时 他立马大叫吸引物理组 冰头直进一枪 干掉人员作为 万代被吓得跑了出去 成功脱身 他忍不住大笑 可下一秒 大元祖其他成员回来了 万代一时间不知所措 好在冰头及时出现 朝着天上开了点枪 吓得所有人都不敢动 乖乖的趴在地上 就这样看着劫匪退开 他们牵脚刚走 大元祖老大便赶了回来 愤怒的他暴打了万代一顿 好在并没有怀疑他 只是让他切下小拇指 等到万代回到地厅 大家开心的把钱给翻了 吉米拿着大包钱离开 他终于能和女友离开这里 去过想要的幸福生活 然而大元祖很快反应过来 吉米有着很大嫌疑 于是立马陪人抓起来 绑在凳子上 言行逼宫 他的女友就没有那么好运 遭到混混的非人虐待致死 他也扛不住交代实行 但元祖立刻赶往敌厅 不知情的万代直接被打响 信号三五有所准备 拿着枪击退了昏混 两人顾不得安慰 马上开始逃亡 看着自己辛苦建立地厅 他的心里是那么的不舍 大元祖在地厅搜查时 找到严静男和冰头的资料 抢劫五人组全部曝光 为了将他们彻底铲除 大元祖找来杀属二人组 心狠手辣的独眼和小年轻 明明自己就是黑社会 干嘛还要花钱雇人 就在手下抱怨时 吉米穿着女友衣服 带着假发冲了进来 大喊着要杀光他们 独眼掏出手枪 一转一转一转 直接把吉米搭成筷子 接下来就该轮到严静男 严静男拿到钱 开心地跑回家 迎接他的不是妻子的问候 而是满屋的苍蝇 仔细看才发现 女儿的尸体趴在钢琴上 由于时间长 尸体早已腐烂 可严静男就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 静止走向浴室要洗澡 当看到扑斯的镜子时 他的情绪突然变得暴躁 大喊为什么要这么对他 明明他也很努力工作 然后他又来到孩子卧室 贴心地为儿子赶走苍蝇 可贝斯下面依旧失去尸体 严静男还是淡定自若 他脱光衣服跳进浴缸 悠哉的泡击澡 而身旁也然是妻子的尸体 由于时间太长 浴室水都已经变黑 正当他优先泡澡时 独眼突然推门而入 他先是愣了一下 随后直接一枪带走严静男 其实严静男被公司开除之后 压力过大 再加上妻子的唠叨埋怨 让他精神崩溃 直接失控 才会将家人残忍杀害 也正因此 他才会无所顾虑敢参加抢劫黑帮计划 将抢到的钱交给妻女 并祈求重归于好 以后过安定的生活 可就在此时 突然抢到的餐厅 变得安静下来 冰头觉察到异常 他赶紧摸腰间的手枪 由于太急 他留在车上了 于是拉起妻女就要逃跑 可独眼早已攻后多时 见到冰头 他就开枪射击 冰头发现快 躲过子弹 但妻女就没有那么幸运 双双被打中 转了河帆 见状冰头只能暂时躲避 他打电话约见万代 此时万代和三屋要前往外地 冰头把情况告诉他 吉米和眼镜男都被杀 现在妻女也被前连 如果不是万代 也不会造成这般酒精 万代对此很是愧疚 于是将自己钱拿出 以表歉意 但冰头对钱已经没有兴趣 他只是拿走一把手枪 准备找大岳祖报仇血恨 三人分别后 万代准备喝三屋回到老家 以后种田生活 就当万代上厕所的功夫 毒严被杀了过来 看到万代他就开枪 万代立马躲进厕所 可他还是身中一枪 鲜血大量流出 即将挂屌 毒严再次开枪 从门后射中万代几枪 万代用最后的力气 给了三屋最后一吻 然后永远告别这个世界 失去万代的三屋 心入死灰 没有了指挨 他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于是他带上手枪 联系冰头 准备一起复仇 晚上天空下起大雨 雨点在车顶啪啪作响 冰头坐在车中 看着妻女照片 心里久久归也不去 而三屋也在回应 他和万代这段的快乐时光 突然一道车光闪过 三屋见状独自打开车门 在霸雨的掩护下 他慢慢跑进大跃组 不等对方的运过来 他便逃出手将 毒钻断射 车户级人立马中枪倒地 无理的人听到枪声 立马穿过来 将三屋给撞倒 就在此时 冰头开车装了过来 即时开枪救下了三屋 可他也不幸腹部中枪 令人撞死混混 三屋见状立马再次开枪 直到弹夹清空 混混都没有任何事情 他居然穿了件防弹衣 猛烈的炮火让他发神经 大笑着跑进雨里 偷光衣服一擒求死 冰头掏出左脸手枪 一枪郑重眉心 完成他的医院 当他回头时 毒眼已经站在身后 他立马推开三屋 替他打下子弹 自己得当场身亡 三屋拿起枪便反击 助手见状挡在毒眼身前 替毒眼送了一名 毒眼本打算杀死三屋 和警察不瞧赶刀 他对着警车连开竖枪 三屋也趁此机会逃跑 专眼三屋带着万代骨灰 已经坐在回老家的大巴上 可刚刚戴上耳机 毒眼便出现在眼前 两人同时举枪射击 毒眼慢慢坐下 然后说我们停战吧 三屋默不作声 也算是打影 希望到下面不再动枪 电影也到此结束 本片名为《血光五人帮》 是非常好看的一部老电影 没有多余废话 非常值得一看 好了 本期就是这样 喜欢点击我关注 持续攻心 有点不散